好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四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赚展的定向原理里面那么前面我们讲了更多的都是一些关于智能定向方面的一些原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自定义方面的定向的原理那么我们发现说自定义的定向是不是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对吧什么打磨盘定向访客定向很多很多那么没有关系我们逐一逐一来讲每一个定向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么讲完这些基本定向的这些基本原理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定向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刻的一个 理解能够说知道说这个定向他到底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因为这很关键因为你未来在赚展在建立计划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定向具体抓的是什么样的人群的话其实你的赚展投放的计划就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什么没有那么精准的所以说一定要去继续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一个一个定向来来说明吧对吧就一个一个定向来说明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会说到的是达摩盘定向其实很多人很多人会一直喜欢说 想要说开达摩盘定向然后想要用达摩盘定向去圈人群但实际上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是中小层级的一个店铺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玩太多达摩盘的一个东西因为达摩盘相对来说就是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对吧他对数据的抓取维度他对整体的整个的就是 运营成员的这个运营人员的这个能力的考核会更更强一点而且作为中小卖家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在抓你在抓这部分人群的时候你在抓这部分人群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说抓出来之后你还要去测试还要去弄其他东西有可能就是效果并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前期我不建议大家去用但是我这里会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那么达摩盘的话 他实际上抓取的一个人群是按照后台标签的方式去做的一个人群的一个抓取那么这种抓取的方式的话是就是你在后台要不断的找到那种足够好的这种我们讲的标签然后找到标签完了之后他后台现在有900多个标签嘛那么你要去对标签去做一个组合的这种方式就是你要去对标签去做组合组合完了之后生成出来标签才是我们真正什么可以用到的标签嘛真正可以用到标签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必须要去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熟悉那所有的标签并且能够根据那些你熟悉的这些标签去获取你想要的流量那么这个时候标签组合的时候其实就就会让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了因为900多个标签你要想怎么选而且他组合的方式是且的关系什么东西叫且的关系你既要满足A又要满足B的这部分的标签才能用就是你选了两个标签那么他只取只取什么 只取既满足第一个标签也满足第二个标签流量这个时候有些人在圈圈这个标签流量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虽然说有可能把标签圈得很准但是你圈得越准的情况下你有可能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流量就什么你的流量就越少你标签圈的越准你有可能流量就什么就会变得越少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前期的话我在这里不会做太多的达摩盘的一个概念的达摩盘的玩法的一个介绍 我基本上先把这种概念的东西先跟大家讲一下就达摩盘是这样的就是标签组合的方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运用达摩盘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直接什么直接让一些后台的比如说数据银行或者说后台的一些这种我们讲的这种标签这种生成的方式去抓一些抓一些这种达摩盘的内在的一些标签直接把它抓出来所以说有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比你们要 就是运用起来要容易一点那么中小卖家不是特别建议那这个是达摩盘定向然后玩之后访客定向访客定向其实是大家核心很多人核心一直在玩的一个定向那访客定向也是目前就是从11年到现在从11年到现在唯一到目前为止还还活着的定向因为赚长我们都知道他经历了非常多次的一个升级那么那么多次的升级之后有之前之前很多定向就是要码就已经 被直接取消了要么就是已经被做了重新重做升级那么访客定向是唯一到目前为止一直都还什么一直都还在的一个定向也是大家玩的广泛的最广泛的玩的最多的一种定向那么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说访客定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访客定向实际上他能够抓取到的人群是这样的他能够抓最近的90天一定要记住是最近的90天然后针对某一个 某一个店铺就这个店铺是那个就是我们这里面自己填的店铺嘛对吧那么会抓了就是抓最近90天的这些店铺你填写的这些店铺的什么的人群那么人群的维度会包含四个维度就是搜索浏览收藏购买也就是说他这时候抓的是什么抓的是最近90天的你填写的店铺的搜索浏览收藏购买的人群那么这个时候核心玩法就在于说我究竟能不能什么能不能选择到说正确的最正确的 这种店铺因为你填了什么样的店铺你将抓到不一样的一个人群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可玩所以说你的人群策略就变得非常的什么关键人群策略就变得非常的关键所以说这个就是访客定向他的魅力所在对吧那么完了之后他他目前的目前的投放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自主添加店铺一种叫做总之店铺那么自主添加店铺呢最多可以加100家就是我钱的哪一家他就去帮我去获取哪一家的人群那么这个时候最多可以加什么最多可以加100家那么总之店铺呢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总之店铺是什么呢他会根据你填写的店铺自动的帮你去推荐150家店铺给你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我们并不是玩的是总之店铺因为总之店铺的话他推荐相对来说推荐的150家店铺的话 是心里比较没谱的因为他推荐的150家他没不会让你看到是哪150家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相对来说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流量情况到底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正常玩的时候都是玩的是什么自主添加店铺好那么这个是访客定向好那么访客定向再往下的话是营销场景定向那么营销场景定向实际上他会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系统系统在抓的这种方式一样他会把所有的人群按照跟我店铺处在的一个关系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切分那么基本上会分成了五大类对吧触达用户兴趣用户意向用户行动人群跟成交人群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分的这个维度就是在90天内对我店铺产生过这些行为的在90天内对我店铺产生过这些行为的那么这些行为的基本上会分的很细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说运用到这个东西也应用到这个定向也应用的比较的少呢这个核心原因就是我前面智能的 可以去做这些人群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部分用的就会比较少而且另外下面还会再介绍一个叫店铺型定向基本上等于说是这个定向的一个升级版他会做的更就是标签维度会更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运用到这运用到这个店铺型定向应用的就相对来说什么就少了一些应用的就相对来说少一些那么这个是营销场景定向那么营销场景定向完了之后是智能定向那么智能定向 相对来说我们会比较的推崇的一种定向他抓定向的方式又有点类似我们在系统托管在抓的那种定向的那种维度跟方式他会是用那种就是系统智能的帮我们抓的这种方式那么系统帮我们抓的话他分成了两种维度一种是店铺的优质人群一种是宝贝的优质人群那如果除非说你的店铺是那种爆款爆款属性特别强的店铺所以才会去选择什么宝贝优质人群那如果说不是那种爆款特别强的 那种店铺基本上正常情况都直接只要选什么只要选店铺优质人群就够了对吧只要选店铺优质人群就够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跟我自己也是比较推崇的一些一个定向的一个方式那么后面我们会来详细来讲说怎么去运用这个东西怎么去运用这个东西那么完了之后相似宝贝定向相似宝贝定向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用到的一个定向那么他抓定向的流量的一个维度是根据我宝贝 本身然后帮助我去找跟我宝贝相关的两种人群一种是喜欢我宝贝相似宝贝的人那么另外一种是喜欢我宝贝的人这个时候就是很明显人群标签是不是就被抓成了两个维度对吧就是根据我的宝贝本身把人群分了两个维度然后去做人群的什么抓取那么这部分抓出来的相对来说流量还是比较优质的所以说我也是比较推崇这方面的就是相似宝贝定向的一个玩法那么另外高级兴趣点定向其实高级兴趣点定向的话 相对来说很多人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但他抓流量维度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那么我们尽量就把它理解的什么理解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只要记住就是他会他抓流量的维度是根据我的店铺现有的情况或者说是我输入的这部分的关键词的情况就这里是不是会有输入关键词对吧有输入关键词然后根据这个关键词或者说根据我店铺的维度从二级类目里面去抓那些跟我相似的跟我相关不是相似的 跟我相关的这些标签去抓那些跟我相关的标签然后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流量都是什么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二级类目下的标签的流量只要记住这种就好了只要记住这个环节那么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去理解他的话他的流量更更偏向于什么他的流量就更偏向于说是一种拉新的流量是一种新客的拉新的流量因为他拉到的是什么二级类目下的什么二级类目下的我们讲的标签的流量所以说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适合做什么做新客拉许的做新客拉许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讲的高级兴趣点定向那么店铺型定向店铺型定向实际上他是我们讲的就是他是我们的访客定向以及营销场景定向的一个升级版为什么叫升级版呢他抓流量的维度会分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店铺集合一个是我的店铺那么先讲其他店铺集合其他店铺集合的话他是会把原来的访客定向去做了一轮升级对吧原来我们讲的访客定向是不是 就是我们都是用自己去填那个什么自己去填那些店铺然后来抓取这个店铺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做了一轮升级这轮升级什么呢就是他不再像说原来是我店铺我由我自己来填而是由系统抓取那么这个时候系统抓取的话他就会把它分成什么分成四个维度第一个叫做买家人群同质买家人群同质意思就是这两个这两个店铺之间的人群重合度可能比较高或者说标签重合度可能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自动的把它抓到什么 自动把它抓到一起去那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说知道说这些店铺有哪些店铺只需要说知道说什么这个店铺的标签跟我的店铺的标签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店铺他一定是我的什么竞争对手的店铺我就把它抓进来就好了那么宝贝同质宝贝同质跟买家人群同质其实就很类似的前面讲的买家人群同质抓的是什么抓的是就是店铺内的人群的属性对吧就是买家的人群的属性那么这个时候宝贝宝贝同质抓的就是什么宝贝同质抓的就是我们讲的宝贝属性跟宝贝 这些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什么竞争对手的店铺那么下面还有什么还有浏览交叉店铺浏览交叉就很明显了就是什么他当下正在看我的店铺也在什么也在看别人家的店铺所以说就叫做什么叫做浏览交叉店铺那么购买流失店铺也不用说了购买流失就是什么呢就看过我家东西但是他不在我家买跑到什么跑到别人家去买的这个部分也叫做购买流失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按人群去做了按那个店铺按照这种人群维度去抓完 你会发现说人群就变得更加的什么就店铺的属性会更加的明确这个时候你在抓的这种竞争对手流量就更加的什么精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称他做什么称他为什么称他为访客定向的一个什么升级版访客定向的一个升级版那么这上面还会有一些优选的条件比如说这边优选的条件主因内幕基本上没得说吧对吧然后完了之后系统优选的话实际上成交规模的系统优选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他可以根据你的什么店铺实际的成交成交 要记住这里的成交额是指什么是指年度的成交额年成交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去抓一些什么抓一些跟我的店铺比较类似的这种成交规模的跟我类似的成交因为如果说你去抓那种就是成交规模比你强很多的比你高很多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是什么意义是不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尽量去在这里去做一个什么筛选我宁愿把流量池子筛选的什么小一点但是他会什么他会更加的精准一点好明白了吗那这个是成交规模的然后客单价客单价基本上不会选因为你会发现说 这个客单价区间什么太离谱了对啊从几块钱到到到到到上千块钱这个基本上不用去筛选好然后完了之后这里常规的话会有一个三个不同的选项一个叫做优选一个叫做常规一个叫做拓展那实际上意思很明显就是优选就是做什么做ROI的嘛对吧然后那个常规就是什么就是有一定新客又有一定什么转化用户对吧所以说是正常我们在日常引流的时候更多玩的是常规那么拓展的话就 抓的就是什么拓展抓的就是新客然后拓展抓的就是新客所以说这个简单的去区分一下就好了那么除了除了这个其他店铺集合的话还会有个我的店铺集合那我的店铺集合实际上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营销场景的一个升级版就在这里就是他比营销场他跟营销场景一样他是根据什么根据所有的店铺人群的这个在我店内的产生的这种行为的维度去抓的但是为什么说是营销场景升级版呢就是他会抓的时间维度 他抓的时间维度会比营销场景要更细我们都说营销场景他只抓什么只抓90天这样的一个维度对吧但是在这里的话他的时间维度是不是可以抓的更细最细的可以抓到7天最远的可以抓到什么最远的还可以抓到180天所以说这个时候人群人群维度相对来说抓的更加精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作用是不是比前面的营销场景作用要大一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就是店铺型定向那么店铺型定向讲完了之后再来讲一个行业店铺型定向那么这个定向基本上我们是什么基本上是不用的一个定向他抓取到的他抓取流量的维度是什么抓取的维度是按照一级类目下跟我店铺类似的店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想如果说抓的是一级类目的话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流量精准程度就是什么就没有那么高了嘛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不用基本上我们不会用那么最后这还剩下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达摩盘的一个平台精选那个达摩盘的一个平台精选是什么是他基于什么基于很多人可能对达摩盘应用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所以说系统会从每个类目里面去抓一些精选精选人群出来然后给大家去投放因为可能怕大家就是达摩盘这个东西不会用对吧所以说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精选人群但是我们之前我们测试过就是平台精选人群的话拿来做新课还是可以的但是转化相对情况就是转化情况会差一点所以说这个 适当的尝试去做一个测试就可以了适当尝试如果说你测试下来的话效果还可以你就投那么如果测试下来效果不理想的话就不要去投了这个就是达摩盘的一个精选的平台人群那么基本上所有自定义的一个流量就基本上介绍完了那么你们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在以后的内容里面会讲到说如何去对这些去做一个分类但是这个时候你们作为自己的话听完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话就要有一些潜在的意思就是哪一些定向文 需要它的作用是什么我在什么情况下去用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说每个定向每个定向是什么含义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在未来要应用它的时候一定要优先思考什么优先思考说这一部分人群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然后我在什么情况下去用它所以说回去之后尽量说去对这些定向去做一轮整理跟分类就是哪一些这部分整理跟分类可以加分就是哪一些是可以拿来做新课的哪一些是可以拿来做老课或者说拿来做 转化的所以说这个是要去做一轮区分的好吧那么基本原理的这一张的内容就全部都到这里结束了那么下一张的内容我们将会去介绍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后台设置包括说去介绍一些玩法好谢谢大家